欢迎来到嘟嘟砍剧,我是嘟嘟 今天来和大家分享由吴磊、林允等人主演的热播大剧《斗魄苍穹吧》 本期主要讲述了萧妍走出焚绝空间大战白山的故事 到了挑战的日子,萧妍还没有走出焚绝空间 看着萧妍面目苍白,勋儿只好聚求白山推迟比赛日期 但是这样的举动遭到了白帮众人的使效 白山更是不肯答应勋儿的请求 因为身体还没有恢复,萧妍只能被动地挨打 而白山更是招招致命 他一次又一次地将萧妍击倒 希望萧妍开口认输 但是萧妍倔强不已,死活不肯主动认输 正在众人劝说萧妍放弃时,他痛苦地呻吟着 神识意外地进入到了那界空间里 在那界空间里他看到了年幼的自己 年幼的萧妍告诉他这是一场梦 梦结束了就要醒了 这样的话提醒萧妍,他突然领悟到了闯出焚绝空间的办法 随着萧妍的苏醒,紫云意也展开了翅膀 带着萧妍飞到了空中 此时的萧妍手持玄仲齿轻松地击败了白山 但是白山不肯服输 他让萧妍赤手空拳地和自己比试 于是萧妍扔掉了玄仲齿 使用八级翁一拳就把白山击落出擂台 最后萧妍能利用一伙成功净化焚绝吗 萧妍的学院之行又会经历什么呢 好了,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了 预知后事如何发展 就请跟着嘟嘟一起追剧吧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赞转发 并关注嘟嘟哟 我是嘟嘟,我们下期再见吧